主席請農務部長 請農務部長答詢 立委員長安 部長你好 大聯盟的打擊手啊 他上場打擊的時候啊 他面對投手啊 都會面對到快速球 或者是變化球 那打擊手上場啊 他不會要求這個投手 你不能投快速球 你只能投啊 慢速的區球 或者是變速球 當然是不會這樣的 所以啊 剛才段尼康委員在質詢的時候啊 部長就說 你不能啊 急眼力射 那你也管太多了吧 那他只要不投畜生球 不人生攻擊啊 他要投快速球 他要投變速球 慢速區球啊 都是段委員個人的事 那今天啊 當然這個也不是我質詢的重點 不過我要提醒農部長 我跟段尼康委員啊 在1993年啊 就在澎湖一整年 那時候在輔佐澎湖的縣長高直澎 那其實對澎湖的風土民情 對於澎湖的感情都是非常深厚 所以今天看到天后宮整修成這種樣子啊 不只是澎湖的鄉親啊 搖頭叹息 不只是啊 段尼康委員啊 不高興 我想啊 連媽祖啊 他也不開心啊 這個都是啊 我們文化部啊 要好好的去檢討 那藉由這樣的一個 古蹟的一個啊 重新的整修 我們可以去更深入的去了解啊 我們從這種古蹟的資料庫的建立啊 其實應該提升到整體的啊 文化資產的資料庫的建立 在上週我有質詢過 龍部長啊 就是說有關於我們文化資產的保存啊 應該要注意不只是實體的一個保存而已 而是針對啊 他的歷史文化的內涵跟情感啊 要做最好的保存 不要去歷史的脈絡化 這是非常的重要 那現在目前這種古蹟的保存 其實啊 我們應該提升到整體文化資產的一個資料庫的建立 不管是地方或是中央的古蹟啊 我們文化部啊應該要承擔起最大的一個責任 那為什麼要建立文化資產的資料庫呢 第一個你要有詳細的記載 詳細的資料 你才有辦法去跟民眾導覽說明 這個文化資產這個古蹟 他的意涵 他的情感 他的詳細的記錄 第二個 就是在做整修的時候 你有很詳細的資料 像 那兩日本那兩的東大寺 如果部長有空的話 去上他們的網站看看 他們對於 這時候大佛 他的耳朵有多長 他的鼻子有多長 他的額頭到髮際有多長 所有的尺寸 顏色 大小 他都記錄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台灣現在有很多的古蹟 有很多的文化資產 你如果現在沒有做好文化資產的資料庫的建立 你對所有相關的尺寸 大小 顏色 材質 沒有做好資料庫的建立的話 我想像天后宮這樣的事情 會一再的發生 這個請部長 是不是要去督導 我認為 國家古蹟的資料庫 建立是不夠的 要整體文化資產的資料庫的建立 你可以去看 日本的文化廳 按照文化財保護法 他設置他們的文化財的資料庫 裡面的資料是非常詳細 文資局的局長 也去看一下人家文化廳的相關的網站 以及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文化遺產的相關的資料庫 做的都非常詳細 我們的文資局做的網站 資料的保存真的差很多 這個部長是不是在一個月內去做檢討 然後針對本期所建立的文化資產資料庫的建立 看能不能在半年內或一年內 能夠重新的調整 建立更詳細的 這樣的一個文化資產的資料庫 請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好李委員 謝謝你的指教 剛剛對段委員 我其實意思是說 不用再提段委員 不用了 就是我們一樣會 我們一樣會 我現在 我現在要提的是 段委員沒有在這裡 你個人對他的評斷 都是不公平的 你就不用再提的 好可以 你就不用再提 我覺得您剛剛所提到的 國家資料庫這件事情 我百分之百的贊成 而且我們 我已經交代同仁 要把它列為我們103年 優先建制的事情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工程 所以您 我們絕對可以在半年之後 跟您再報告一下我們的進度走到哪裡 因為它的 它非常重要 我再強調一次 對所有的文化資產 它的 材質 它的尺寸 它的顏色 相關的資料都要建立得非常清楚 你才有辦法去跟民眾答應說 這個文化資產 它的內涵是什麼 它的建築是什麼 它的材料是什麼 然後你在做古蹟 或者是文化資產的修復的時候 你才知道這個當初的材質是什麼 它的尺寸是什麼 它的大小是什麼 這個文化部要去做 我完全贊成 它是一個重大的事情 另外一個 我剛到台北的時候 二十幾歲 要來念大學之前 我在黃冠雜誌社工作 那我主要的工作 就是開車載著新書 到重慶南路的這家書店 一家一家的去放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這些書店 已經都不在了 只剩下一兩家 其實我們到那邊感觸都非常的深 那這也代表著獨立書店 就是不同於一般的網路書店 或這種連鎖的書店 其實是消失的越來越多 在我們小時候 在小鄉鎮 都可以看到有相關的書店 或是社區一個轉角就會有書店 或者是說 現在我們都連 連賣圖書的文具行 兼賣圖書的文具行 都已經非常少了 那當然 也這也有關於 這種WTO之後 整體的這種資本 以及銷售的平台 重新的重構之後 對於這樣一個獨立書店的衝擊非常大 那以最重視文化的法國來說 它每一百萬的這個賣書的這個金額裡面 大概只有三千塊是由獨立書店所來賣出的 但是呢 世界各國對於獨立書店的保護 我想我們在聯合國裡面 也有相關的公約 對於獨立書店 對於文化的多元的發展 都有一個基本的價值跟重視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些獨立書店 因為它比不上這些大型的連鎖店 或者是網路書店 像英國 英國有大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書 都是由亞馬遜書店所賣出 剛才我也提到法國獨立書店的 它的這個營業額 只佔百分之零點三而已 這都是非常嚴重 當然是全球化的問題 不過其他國家 還是有他們的一個積極的做法 來保護這些獨立書店 以及要培養文化公民的公共領域 以及公民意識 獨立書店是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現在看到最主要是折扣 因為這些連鎖商店 或是網路書店 他們大概都可以消低價格 因為跟大盤商可以降低價格 然後他們可以消價來出售 那其實在法國他就規定 網路書店 不得提供超過五%的折扣 那其他的歐洲國家 像奧地利、德國、希臘、西班牙、荷蘭、葡萄牙 都有訂定新書統一的價格 就是說規範親書上市 18個月內所有的書局 接不得進行折扣 這就是保護這些獨立書局 免於網路書局跟連鎖書局 他們可以降低價格 消價競爭的這樣一個趨勢 那書局統一定價的問題 龍部長也曾經對他表示 希望比照國外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實施統一價格 那目前推動的情形如何 是 我們處理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圖書的共同採購 這個對出版界的影響非常的大 這個部分呢 我們已經有一個局部的成就 那但是對於圖書單一定價的事情 因為他跟公平交易法有所違背 對於業界也有不同的聲音 所以對這一個部分 我們已經做完了所有的調查 那現在剩下的是說 對於最後會反對的這個聲音 我們做最後一輪的了解 好 那現在文化部雖然有關這個 推動實體書店的發展補助 針對他們的租金 以及空間的改善 以及相關活動 都有相關的補助 那補助也高達一千八百二十二萬 不過文化部的補助措施 獨立書店跟其他相關 藝文團體都有相同的一個抱怨 就是要計畫撰寫 合銷 請款 結案報告等等 這反而有時候會造成書店 跟這些藝文團體的困擾 這個相關程序的簡化 在尊重文化 在尊重文化 尊重保護這些保障這些獨立書店 我們應該去做個調整跟檢討 另外在這種文化部針對獨立書店 不只是在他們的租金或是空間改善 活動的相關補助 應該是要創造出一個獨立書店 能夠跟這些網路書店 大型連鎖書店 像成品這種公平競爭的一個環境 文化部應該提出通盤性的一個檢討 跟相關的政策規劃 而不是只是在補助方面 提供了兩千萬以下去做相關的補助 這些是不夠的 這個請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有全盤的出版扶植政策 這個出版扶植政策 一方面獨立書店 只是我們整全盤的出版政策中的一環 相配套的還包括說 我們扶植出版社本身的數位化 跟國際化 那因為出版社它本身要提升 它的數位化跟國際化 它才可能本身轉型 那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推動 出版社本身的編輯力的提升 因為編輯這一環在產業裡頭 很多年的不受重視 那再加上說 我們跟國際的通路的連結 所以它是諸多項措施之中的一項 好 那我在最後還是勉勵龍部長 雖然我媽媽不姓龍 但是啊 我也屬龍 不過 你比我小一輪 我要對部長所說的話 就是說 你當你站上打擊區的時候啊 不要去怪投手要投快速球 或者是慢速區球 或者是變速球 球來就打 只要對方不投畜生球就好了 還有啊 就是 如果 沒有巧言吝啬的話 就應該不會有極言吝啬 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了 這個我想我們都互相勉勵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李委員 謝謝 李委員和部長三次打不到就三政 這個接下來請這個 盧秀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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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秀苑委員